记者尼婉军综合报导真的只是想证明我还可以再站上去大联盟站上去一天也好 纪录片后进王建民的前导预告今天曝光片中除了完整收录王建民前年重返大联盟的历程 王建民也在当中有了就算只在站上去一天他仍渴望重回大联盟的动人告白 后进王建民是加拿大台语导演陈维扬的指导处女秀 片长99分钟将完整收录王建民前年如何在皇家重返大联盟的动人历程 在预告片中就以How far would you go for a second chance 为了带一次机会你会做到什么程度 提问忠实呈现王建民所付出的种种努力 首播前导预告就以2008年6月16日对太空人陶磊受伤开始 搭配王建民受伤了 杨吉失去这位新发投手的旁白 一开头就带大家回到那个让台湾球迷心碎的片段 片中也出现王建民的七小身影 以及他为了拼出重返大联盟的机会所付出的努力片段 这部片预定下半年在台湾上映将先于洛杉矶亚太影展首映 当地时间5月9日晚上6点半开演 王建民和导演陈维扬都会出席 也将是王建民自1月初反美后的首度亮相 记录片后进王建民首播主视觉海报 牵猴子整合行销 提供 王建民日前重返杨基充讯担任短期的客座教练 资料照取自Pinstriped Prospect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按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电 Len Len M pil息 ьте 订阅 转发ук